哈哈哈哈 是不是有點不同了 哈哈哈哈 我要說回來 吃一個人參米risotto 哇 阿菲菲第一次 幸好有一次 我都沒有 完全不像米 好像一些 乙米 你吃節瓜 裡面有些滑的感覺 為什麼可以做到 怎麼處理 不知是它的滑 它的特質都出來了 還要配上你這些 菇菇 有些菇 有些是Bell pepper 有些Supini 有很多的Parsley 很意大利 直接是意大利的味道 和以往煮這些飯的風格 有很大的分別 我吃不到很多 勁油 哈哈哈哈 吃不到那些 鑑膽油 動物脂肪 如果不是我放豬油 對 對 那你才配合人參 但其實沒所謂 我覺得人參米 聽名字都知道 覺得有益 當然有益 有什麼所謂 都不是很好的 但是這個處理的方法是怎樣的 嗯 這個就是蒸出來的 也是蒸出來的 是的 用水 一比一 給點橄欖油 是 給少了橄欖油 要不要加味 鹽 也有的 讓它吸收得好 你不是這樣啊 是問你才說的 你來人家不記得這麼多 有些秘訣 一開始就說 沒有啊 蒸 蒸而已 Garry問多少水 因為我問了鹽 你才說 還有什麼味道 講完 記得的講完 幾多度 這個是狂蒸 狂蒸 多久 蒸了20分鐘 20分鐘 好了 一比一水 橄欖油 鹽 鹽 20分鐘狂蒸 但是這個呢 我覺得是 這個做法是 完全是突顯到 人參米 不單是味道 那種特性 那種 凍喵 很滑的 吃下去 每粒米都滑 滑 真的 很好吃 蒸了之後要怎樣 怎樣 蒸了之後 炒一些椒 炒一些蘆菁尼 混合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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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給一些橄欖油 炒一些菜 那我想問 怎樣 你可以讓這些 大家拍一下 這些配料 全部的顏色 這麼明亮 這麼精彩 這就是 多得橄欖油的作用 橄欖油可以 保持著 色澤 好像很明亮 好像很光亮 那我就塗一下橄欖油 你猜一下 這個 或者雞也好吃 好 好